哈囉 我們今天的那個 露營的主題呢 重來一次 那今天的露營主題 不對我冷氣太大聲了 再一次 再重來一次 哈囉早安 嗨我是小秋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那今天的那個 主題其實是Vlog 就是要記錄我的一天 那我今天剛好放假 那我們通常呢 行程就會是 早上帶他去一趟公園放店 下午再帶他去一趟公園放店 因為小朋友就是很需要來戶外的空間 跑跳啊什麼的 所以我跟我媽媽通常都會是 一起陪他來玩 那因為真的很熱 所以像來公園我一定會穿這種薄的長袖 又不然你會曬得烏騎馬黑 其實小朋友現在就是烏騎馬黑的狀態 然後他現在是大概快兩歲了 所以他會一直很調皮 我就請我媽媽先帶他下車去跑跑 我跟你們說我來公園都會帶這個包包 超大的 這是我之前去木曜參加運動會的時候送的包包 這個包包容量真的很大 像你帶小包包出門啊 你就會要帶他的水啊 運動飲料啊 然後還有他的擦的布布啊 然後還有濕紙巾啊 還有酒精啊 所以我就真的帶滿了所有所有東西 好那我現在要下去找他了 他應該現在在玩 開始吧 GO 好像很晃 我還不習慣 今天是我第一次錄 你在做什麼呀 挖沙沙 這個公園有一個超級大的沙坑 給大家看一下 超級大喔 就是真的可以容納好幾百個小朋友 有很多沙沙嗎 加油 加油 你蓋個城堡給你看吧 要嗎 要嗎 欸你看我有一個這麼大的挖沙沙耶 通常來除了帶挖土機跟沙死車 還有要蓋很多這種鏟子啊 他有超多車車 他家裡可能超過20公園 欸這個小寶寶跑過去了 去哪一個 去哪一個 走開開車 走開開車 我們要去哪咧 開車在意義區 這麼遠 來 夠 有嗎有夠嗎 哇那麼厲害 你以後感覺會看哭哭耶 你抖媽媽 你要去玩抖媽媽喔 對 那你快跑 走 你追你嗎 相機過熱 對 我現在要去玩咧 你要玩賭媽媽喔 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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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個高高高玩最最最的遊戲 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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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晒到脸红红的了 宝贝我们来比赛谁找到的石头比较大好不好 你看依依找到一个石头 你的呢 你找到几个 你两个 哎呦你找很多耶宝贝 加油 拍了一个笑脸 拍了一个笑脸 我是 我洗牌对 娃娃 宝贝 可以这样乱抢东西吗小朋友 我们去找阿婆跑跑跑快点 他后来来公园就是全程都不穿鞋 可是好像光着脚对小朋友是蛮好的 所以我们就让他探索一下 就是只要他想脱鞋 我们都会让他脱鞋 回去再洗干净就好了 一定要在他旁边保护他 宝贝你去旁边溜航梯那边 很烫 很烫是吗 好一上去救你 他真的规划的蛮好的 就是好多东西可以玩 所以看这边有个大大的挡球圈的区域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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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要推吗 你干嘛生气 蛤 带你哦 go 爱生气 没有马上推就要生气 小心哦抓好抓紧紧 你要下来要跟 你下来要跟音音说你要下来知道吗 我要 要下来了是吗 好 再来吧 走 拿那个对不对 宝贝不可以玩口水 小朋友玩口水 好脏脏 碎你了 好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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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眼角站起来手拍一拍 可以帮你把车车拿到前面 这边不好骑 你说我很勇敢哦 很勇敢 对 我没有哭哦 回家了 结果因为刚刚后来相机没电了 所以变成后面都没有办法录 小鳥 錄她好了她現在很想講話 妳說妳要講什麼 警車來了 妳要看警車來了 然後最近像現在 因為姐姐去生第二台 所以等於媽媽是全職在 照顧希希 因為我的工作時間很彈性 所以我其實也就是只要不用工作的時間 都會照顧她 像我現在帶裝是因為我等等晚上有直播 就是有網拍工作 所以我就會可能早點起來 七八點先把妝畫好 這樣一整天我就可以陪她出去玩 然後晚上可以接著直接去工作 為這個小寶寶吃飯嗎 我也喜歡早了 媽婆有幫她弄午餐 她的蛋蛋啊 然後肉肉香菇南瓜 那我就先陪她看電視 然後餵她吃飯 吞下去了嗎 媽媽說沒有吞下去會生氣對不對 來 她吃飯啊 然後睡覺啊 都很乖 然後平常也超乖 她可以自己也可以玩 人不吵鬧也不會亂發脾氣 那我就先按暫停 來囉 就馬上在囉 媽媽每天都會煮中風 然後都會煮超豐盛 大概就是烏菜一湯這樣子 炸雞 你沒有了 香港 哎呦 香港腳 哎呦呀 哎 可以這樣踢人嗎 抓到你了 現行犯 抓到你了 我們兩個躺的聊天 走開 走開 不會叫一走開 臭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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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頭還有 某一天 我的妹妹她的那個畢業音樂會海報的照片 但也就還算漂亮 所以我就原諒她 給大家看一下她當初認真受身後的美貌 晚安 謝謝要睡午覺了 好不好 掰掰 好 好的 剛剛回家 就是吃飯飯睡午覺 然後 我不知道會不會還能錄到什麼片段 因為下午的人很多 我怕拿相機在那邊錄 自己有點害羞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錄Vlog 所以 我想說我先在車上 然後跟大家聊一下 做個ending 今天到底錄的東西可不可以剪成一整集 我也不知道 我怕一天的東西剪不出來什麼 因為打開晚上應該天黑了 我怕什麼都錄不到 那我就先把頭髮綁一綁 然後下車去找西西囉 按讚訂閱小鈴鐺 那我是不是要再重錄一個 兩個髮型不一樣是可以以前在一起的 應該沒差吧 那就這樣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然後如果有想要看更多主題的話 歡迎跟我說 我會幫大家去錄的 好不好 看你們囉 掰掰 想說每一次就錄一些片段 然後現在是綁頭髮 因為在公園風很大 會太陽很熱的時候 其實頭髮還在沙 或是一些玩的地方 然後就很容易髒 然後晚上因為有直播 所以就這樣綁起來 等一下去工作的時候 不至於太狼狽 反正我就多錄一點 好 那我們下次去了 掰掰